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怎么穿个衣裳也这么慢 耽误本宫多少时间 殿下 这是居身特意为你新制的潮服 你看 多好看啊 只是穿戴起来有些许麻烦 马上便好了 别着急 我能不及吗 马上便好了 我能不及吗 父皇如此信任我 命我主治朝政 何况还有诸多正事要业 殿下生得俊美 只是无需者穿戴繁琐的华服典制 只需要穿着舒服便好 你懂什么呀 殿下是储君 如今又代理朝政 自然要穿得得体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穿戴一点儿不似东宫之人 行啊 穿着衣裳也能成 快点吧 太子真不早便来了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臣等参见太子殿下 仲卿 本宫不是说过 今日正是繁多 让诸位早些道吗 怎么一个个劫持道着 回禀殿下 臣等比平日早来了半个时辰 改日一定再提早些道 行了 行了 今日有何议题 回殿下 黄河水患 亟待重新想办法解决 前些时日提出的方案 似乎并未起到效果 那仲卿可有什么好提议吗 这 殿下 不好了 云召训突发恶极 情况危急 什么 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怎会突发恶极呢 今日便先到这儿吧 快走 臣等恭送殿下 是 你不是突发恶极了吗 这不是好得很吗 殿下 突发恶极又突然好了呀 看来殿下对妾身很是挂怀 你看看 都急出汗了 你这是胡闹你知道吗 殿下 妾身知错了 妾身也是为了衍儿啊 衍儿见不到你总是哭 其实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 你 你可知你耽误了多少国家大事 殿下 你此刻回去 那些朝臣早就已经走了 明日再一夜不迟啊 殿下 衍儿 衍儿 你看谁来看你了 快 快叫父王 乖 他会说话 他会 妾身今早教他的 是不是啊 衍儿 父王 殿下听到没 他刚才叫我什么 他叫你父王 衍儿会叫父王吗 妾身说得没错吧 殿下 你不是进宫义政吗 怎么在这里 本宫 殿下是特意来看我与衍儿的 看你们 你还不知道吧 衍儿会叫父王了 是我派人将殿下叫回来的 什么 殿下 你不理朝政 就被回来听衍儿叫你一声父王 你怎么对得起父皇母后 还有那些朝臣们的信任啊 他胡闹 你也跟着他胡闹吗 高凌 你别太嚣张了 殿下也是你能教训的吗 我还非说你呢 你身为殿下的妃嫔 不尽心尽力帮助殿下也就罢了 竟让殿下做出如此不顾大局之事 若传出去 你可知此举会毁了殿下的前程的 你别威严耸听 并非我威严耸听 而是你 简是浅薄 你 你就是嫉妒殿下对我的好 我嫉妒你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就是嫉妒我 我没有 你有 我没有 你就是有 我 够了 我 靳王妃 拜见蔡王妃 若我没猜错 靳王妃想必也是来看眼儿的吧 是 听我眼儿会说话了 我这个做婶婶的 定是要来看看的 行 那我们便一道走吧 请 太子殿下 这眼儿是睡着了吧 眼儿刚睡下 你们太客气了 看看孩子便行 还背什么礼啊 都是一家人吗 这听闻眼儿会说话了呀 我与靳王妃便略背薄礼 来看看孩子 这都是应该的呀 没想到太子也在东宫 妾身以为 一定是在宫里操劳正事呢 殿下特意来看我一眼 今日的政务已处理完毕 所以你也要来看我一眼 回来得稍早些罢了 可见殿下果真是治国英才 这处理起政务来得心应手 得父皇信任 让本宫监国 自然不肯怠慢 每日皆是银食便起来做事 监国辛苦 殿下也要注意身体才是啊 殿下这件巢服 做得如此华美精致 想必一定是绣宫高人所制吧 这件衣裳是我做的 你们觉得如何 是否与殿下的王者气度 很是相衬 是 是 殿下穿上这件华服 更显得贵气十足 姐姐手巧 令妹妹好生羡慕呢 若让皇帝皇后知道 他们不在 你们便如此奢华 定有你们好看的 太子 王毅思勋求见 学他进来 是 来 帮 ske 拜见殿下 免礼 起来吧 回殿下 臣不敢起 这是为何 殿下让臣等想法的解决黄河水患 臣未能办妥 无言面对殿下 怎么回事 快起来说 谢殿下 臣本想进临旨馆 查阅遭水患周郡的资料 不料却被临旨馆的人阻拦 不让臣进去查找 臣百般请求 他们仍是不孕 就这事 那临旨馆进来 有批赦密书卷 要整理后搬走 此乃父皇临走前下的命令 不得随意进出 你若需要什么 我派人给你送过去便是了 是 殿下 有些话 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快说 臣说是殿下让臣去的 结果 他们却说 说什么 他们说 殿下又如何 又不是皇帝 他们当真这么说 是 臣不敢欺瞒殿下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 殿下是一国储君 如今又是监国 他们竟如此嚣张 若是传出去 殿下怕是威名扫地啊 是啊 这一个小小的临旨馆的官员都敢藐视殿下 只怕日后那些朝臣更不会将殿下放在眼中 我看得好好惩治一番 以警效忧才是 王毅 在 本宫说你一块令牌 日后那麟治馆 你尽管去便是 再有妨碍公务者 杀无赦 是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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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